白光作者鲁迅 陈世成看过现好的榜 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 他去的本很早 一见榜便先在这上面寻成字 成字也不少 似乎也都争先恐后地跳进他眼睛里来 然而接着的全部是世成这两个字 他于是重新再在十二张榜的原图里细细地搜寻 看得人全已散尽了 而成是成 在榜上终于没有见 但站在寺院的照壁的面前 梁峰虽然浮浮地吹动他斑白的短发 说懂的太阳却还是很温和地来晒他 但他似乎被太阳晒得头晕了 脸色越来越变成灰白 从老法的红肿的两眼里发出古怪的光 这时他其实早已不看什么墙上的榜纹了 只看见有许多乌晦的圆圈 在眼前泛泛地游走 俊了秀才 上审上去考试 一进连结上去 世生们既然千方百计地来攀清 人们又都像看见神明时的敬畏 身毁先前的轻薄 发昏 赶走了租住在自己破宅里的杂性 那是不老说赶 自己就搬的 乌宇全新了 门口是旗杆和匾额 要清高可以做金官 否则不如谋外放 他平日安排廷当的前程 这时候又像受潮的唐塔一般 煞石倒塌 只剩下一堆碎片了 他不自觉地悬着了觉得涣散的身躯 往往地走向归家的路 他刚到自己房门口 七个学童便一起放开喉咙 值得念起书来 他大吃一惊 耳朵边似乎敲了一声沁 只见七个头拖了小辫子在眼前晃 晃得满房 黑圈子也夹着跳服 他坐下了 他们送上晚课来 脸上都显出小觑他的神色 回去吧 他迟疑了骗士 只才悲惨地说 他们胡乱地抱着书包 夹着一滤烟跑走了 陈世成还看见许多小偷 夹着黑圆圈在眼前跳服 有时杂乱 有时也摆成异样的阵图 然而渐渐地减少了 模糊了 这回又完了 他大吃一惊 只跳起来 分明就在耳边的画 回过头 却并没有什么人 他仿佛又停得温地敲了一声沁 自己的嘴也说道 这回又完了 他画局西之手来 虚指 细数 想着 十一 十三回 年今年是十六回 既没有一个考官懂得文章 有眼无珠 也是可怜的事 便不由嬉戏地失了笑 然而他愤然了 墨底从书包底下 抽出腾真的挚意和试贴来 拿着往外走 刚进房门 却看见满眼都明亮 连一群鸡也正在笑他 便进不住心头突突地狂跳 只好缩回里面了 他又旧了座 眼光格外的闪烁 他目睹着许多东西 然而很模糊 是倒塌了 堂塔一般的前尘 躺在他面前 这前尘又只是广大起来 阻入了他的一切路 别家的吹烟早消散了 碗筷也洗过了 而神士臣还不去做饭 欲在这里的杂性 是知道老厉的 凡遇到献靠的年头 看见发宝后 这样的眼光 不如及早关了门 不要多管事 碎筷就绝了人生 截着是陆续的熄了灯火 都有月亮 却缓缓地睡现在寒夜的空中 空中轻蔽到如一片海 略有些浮云 反复有谁将粉笔洗在笔袭里的咬夜 月亮对着陈士臣注下寒冷的光波来 当初也不过像是一面心魔的铁镜罢了 而这镜却诡秘地照透了陈士臣的全身 就在他身上映出铁的月亮的影 他还在房外的院子里徘徊 眼睛里颇清净了 似近也寂静 但是寂静会无端地纷扰起来 他耳边又确凿听到急速的寂静说 左弯右弯 他悚然了 擒耳听时 那声音却提高的附属道 右弯 他记得了 这院子是他家还未如此凋零的时候 一到夏天的夜间 夜夜和他的祖母在此纳凉的院子 那时他不过十岁有龄的孩子 躺在竹榻上 祖母便在榻旁边 讲给他有趣的故事听 一说是曾经听到一个祖母说 陈士的祖宗是巨父的 这屋子便是祖基 祖宗埋着无数的银子 有福西的子孙一定会得到的吧 然而至今还没有县 至于处所 那是藏在一个谜语的中间 左弯右弯前走后走 良金良银不论斗 对于这谜语 陈士诚便在平时 本也常常暗地里加以揣测的 可其大底刚以为可以通 却又立刻觉得不合了 有一回 他却有把握 知道这是在租给唐家的房底下的了 然而总没有钱去发掘的勇气 过了几时 可又觉得太不相像了 至于他自己房子里的几个 绝过的旧痕迹 那全是先前几回 下地以后的 发了郑重的举动 后来自己一看到 也还感到惭愧 而且羞人 但今天铁的光照住了陈士诚 又软软地来劝他了 他或者偶一迟疑 便给他震惊的证明 又加上阴森的催鼻 使他不得不又向自己的房里 转过眼光去 白光如一柄白团扇 摇摇摆摆地闪在他房里了 也终于在这里 他说着 狮子似的赶快走进了房里去 但跨境里面的时候 便不见了白光的踪影 只有莽苍苍的一间旧房 和几个破书桌 都没在昏暗里 他爽然地站着 慢慢地在定境 然而白光却又分明 又起来了 这回更广大 比硫磺火更白净 比昭雾更飞微 而且便在靠东墙的一张书桌下 陈士诚 狮子似地奔到门后边 伸手去摸锄头 撞着一条黑影 他不知怎的有些怕了 张黄地点了灯 看锄头无非忌着 他一开桌子 用锄头一起撅起四块大方砖 蹲身一看 照例是黄邓邓的细纱 炫了袖爬开细纱 便露出下面的黑土来 他极小性地 幽静地 一锄一锄往下绝 然而深夜究竟太寂静了 尖铁铸铸土的声音 总是顿重的 不肯瞒人的发响 土坑升到二十多了 并不见于问口 陈士诚震心骄 一声脆响 颇震的手腕痛 除间碰到什么坚硬的东西了 他急忙抛下锄头 摸索着来看时 一块大方砖在下面 他的心抖得很厉害 拒进会神地挖起那方砖来 下面也满是先前一样的黑土 爬松了许多土 下面似乎还无穷 但画又出着坚硬的小东西了 圆的大约是一个绣铜钱 此外也还有几片破碎的瓷片 陈士诚心里仿佛觉得空虚了 浑身流汗 急躁地只爬糟 这期间 心在空中一抖动 又出着一种古怪的小东西了 这似乎越略有些马掌型的 但触手很松脆 他又拒进会神的挖起那东西来 紧慎地搓着 就灯光下仔细看时 那东西斑斑薄薄的像是烂骨头 上面还带着一排 凌落不全的牙齿 他已经悟到这曲是下巴骨了 阿拉下巴骨 也便在他手里所做的动弹起来 而且笑盈盈地显出了笑颜 终于听着他开口道 这回又完了 他力然地放了大冷 同时也放了手 下巴骨轻轻地回到坑底里不多久 他也就逃到院子里了 他偷看房里面 灯火如此辉煌 下巴骨如此嘲笑 异乎寻常地怕人 便再不敢向那边看 他躲在远处的眼下的阴影里 觉得较为安全了 但在这平安中 呼啊 阿多边又听得窃窃的低声说 这里没有 到山里去 陈世成似乎记得 白天在街上 也曾听得有人说这种话 他不待再听完 已经恍然大悟了 他忽然仰面向天 月亮已向西南风这方面隐去 原想离城三十五里的西高风 正在眼前 潮湖一般 黑曲曲地挺立着 周围便放出浩大闪烁的白光来 而且是白光又远远地在前面了 是的 到山里去 他决定地想 惨然地奔出去了 几回地开门之后 门里面便再不闻一些声息 灯火结了大灯花 照着空屋和坑洞 嗶嗶啵啵地炸了几声之后 便渐渐地缩小 以至于无有 那是残游已经烧尽了 开城门来 含着大希望的恐怖的悲声 油丝丝的在西关门前的黎明中 战战兢兢兢地叫喊 第二天的日中 有人在离西门师傅里的万流湖里 看见一个辅尸 当其传扬开去 终于传到地宝的阿多尼了 便叫乡下人 捞浆上来 那是一个男尸 五十多岁 身中面白无须 浑身也没有什么衣裤 或者说这就是陈世辰 但邻居懒得去看 也并无实情认理 于是经县委员 相宴之后 便有地宝埋了 至于死因 那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剥取死士的衣服 本来是常有的事 够不上一信道磨害去 而且武作也证明 是生前的落水 因为它确凿存在水底里证明 所以十个十家里 都满欠着河底梨